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夹西 这一局小块地我们随机到的是个法国呀 随到法国一定要小心左右邻居 下面那个层次数据看到没有电场怼过来 他这个架势就要抢我地盘 但是我们这个电场一怼的他就抢不到了 一般我们抢地盘是比较专业双并赢 那么面对对方来抢我们的地盘 是不是我们也要双兵营呢 注意看我们是双电场 因为他第一个地宝是可以打完那个电场 注意看中间啊粉色 看到我把地宝放在上面了想拿一个肥手套啊 那开局呢就比较难受了 要面对两家 你看对方这个造了一些动员兵 加上地宝把我那个电场整掉了 所以说当时呢我们 如果造第二个兵营啊 现在我们的发展就慢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小兵加上地宝一放 这个橙色呢还想造围墙把我围起来 但是我们地宝已经打赢了 这个家伙呢还在这里造围墙没有关系 我们矿场呢已经放在里面 而且这两个地宝呢可以防止对方造坦克 主要的是这个粉色 你看这个粉色已经造空子布了 他如果说造飞行过来呢 我们还得造爱国者 我们先把基地边上也放个地宝 他觉得其实这一局钱还是比较多啊有15000 所以说目前手上 经济还是可以的 对方放了个地宝没有关系啊 我们有飞行兵 好先把电场放下 然后飞行兵打掉坦克 我们先往后面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等大炮出来 大炮一出啊随语争锋 对吧 这个橙色呢他肯定就顶不住了 但是呢他来了个偷我们操作地宝打掉他的工程师 现在橙色他感觉的就想一鼓作气对吧 直接把我带走 但是只要我们这个大炮一出来了 他肯定就打不下了 好打掉地宝 然后呢再打掉电场 这个电场一敲 这个橙色的发展就慢了 不过他他里面的这些建筑啊 我们是打不到 既然打不到 那面有头再有左 前面那个粉色是不是 也对我们有个想法呀 那我就干脆看没有 直接上去补刀啊 上面那个蓝色的也在整他 好我们飞行兵过去了打掉红纸布 这个家伙的好像是个美国有免费散兵 然后我们往这个方向的造了一个兵营 准备造第2个大炮目前所上还有2000多我们就放在这里看到没有 这个大炮一放先瞄准粉色的基地 好再来一枪 好再来一枪打掉基地 但是呢这个橙色造的V13火箭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粉色 接下来呢我们再整这个橙色 橙色的你看他现在 为了打我就一个牛车 本身其实开局钱比较多 有15000 这个粉色的 你看 相当相当坚强 还不肯放弃 拉了个牛车扛伤害 后面来了很多小兵来嘛 正好我们飞行兵可以升级 这个大炮呢打不到橙色 这个蓝色呢他就情不自禁冲向了我 因为当时呢我们那个大炮 看到他那个地宝坦克情不自禁就开了两炮 他这个坦克一冲也是打不下 因为我们这里有地宝有小兵 那干脆我们就彻底的把这个蓝色带走 好往下面先发个大炮 这个橙色还是要先打他 因为他在这里不停的造V3火箭 我们瞄准这个V3火箭把他整掉 好现在我们的大炮呢你看 是不是就可以打橙色的基地啊 但是这个橙色的他跑了 这个橙色的也是相当顽强 一会大家就会看到 既然他把基地拉跑了 我们就把他重弓敲掉嘛 上面那个蓝色的这个时候开始造飞行兵 待会我们还得造个爱国者 你看蓝色两牛 三个飞行兵 我们其实呢就一个牛 算了大炮我们先不造哈 这回呢需要造个防空 我们继续整这个橙色 好打到电场 橙色其实呢还是有钱啊他有两个牛车采矿哈 但是他现在的发展不起来了 他那个地盘呢你说中国放哪里放哪里我们就大炮过去啊 只不过打到这回呢 由于手速过快啊我们这个有点小失误 刚刚造了第2个矿场 结果你看这两个矿场都卖了 导致我们呢又得重新造个矿 这个蓝色的飞行兵越来越多了你看已经好几个了哈 陈车油警被我们打炸之后呢 他把这两个牛车又拿到中间去了 不知道他左上有没有钱啊 我们现在还得稍微等一下 等这个油警邀请赶快把这个矿场造出来啊 这个牛车闲着也是闲着对吧 你看我们直接过去堵住蓝色的矿场 好 大炮直接一蹦啊把蓝色的矿场整掉 我没有矿场对吧对方呢他肯定不允许有矿场的 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出来了 好把这个小兵拿出来 矿场一放赶快刀矿 现在蓝色的他想把基地往下拉 但是这个路口啊有围墙 他那个基地过不去啊除非用那个飞机炸 炸的是可以炸开围墙 但是注意看 这个紫色也是个法国 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刚刚我们把家里面一个牛车 注意看拿到中间堵住城上那个矿场 这个盟军的牛车一堵啊他就没办法刀矿了 所以说城车呢他想造重工那就肯定造不出来 我们刚刚往上面放了个爱国者 现在蓝色他是不是没办法发展了 只能受不了自爆 毕竟呢 被两个法国包夹 然后下面还有个绿色跟红色 两个人在互相伤害 这个红色肯定能赢 陈猫猫造了个大头 我们这个牛车稍微在顶一下对吧 就是不让他刀矿 但是现在必须要跑了 来了两个大头我挥 最后两滴血 然后再造一个矿场 这样子我们就有4个牛车踩矿了 经济的慢慢会好起来 我们把基地往上面动一下 下面你看电厂大炮 只要大炮一好的话这个橙色的那肯定就没了 他再把基地往下了也没用 这个橙色拉着牛车过来扛伤害 他那个牛车想靠近我的基地对吧 然后让我的大炮打他的牛车的同时的打我自己的基地 但是我们收起来 好往里面走 好打掉牛车 再打掉大头 这样子橙色他就彻底没了 这个基地干脆我们就拉到上面去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整那个紫色法国 这个橙色也是相当难受 左右两边都是大炮 只能受不了自爆了没办法 然后刚刚紫色是照那个大炮呢把那个红色赶走了 一般外面剩两架的话呢我们都要EV2的 那么这回来我肯定要先去整这个紫色 因为这个紫色他的发展其实比我快啊 你看他重工都出来了 我们重工现在才放下 像这个法国对法国呢就比较直接两刀 对吧就凭大炮就行的 我们大炮先把他重工给他敲了 对方呢在强制攻击没有关系我们也强制攻击 然后呢在后面 你看兵营里面照个工程师 好过去啊我们一抢修 这样子大炮呢就拼赢了 这个大炮一旦拼赢了下一个大炮呢那肯定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其实他那个大炮呢是有优势的 是顺着 他不需要掉头不像我们大炮一方呢还得强制攻击 看到没有掉个头啊 好掉转头两个大炮一崩 对方拿了一个大炮 好搬手抢修注意看后排的大炮强制攻击补刀 这个大炮呢在对炮的时候 如果说那个搬手的第一时间抢修啊 挨了两炮之后呢他是不会掉的还有最后一滴血 刚刚我们是用另外一个炮强制攻击了一下 那这样子直射他这个地盘呢就守不住啊 他这个地盘守不住 就家里面一块地盘呢发展肯定跟不上我 他那个牛车也不敢跑到下面去采矿 因为他前面整的那个红色啊人家红色肯定会整他 好对方放一个大炮我们搬手抢修 好打掉他的大炮 然后继续强制攻击打掉这个地盘 后排工程师呢我们赶快过去抢修啊 哎呀这个大炮感觉稍微有点来不及了你看 最后一下没修到没关系啊 因为我们手上的下一个大炮马上就好了 这个大炮再一出来啊这个紫色就一块地盘了 其实这回的下面那个红色呀他就 趁机啊再慢慢的发展 他把基地拿到上面造那个宽敞之后呢 他还造了雷达 我们这回的也顾不上他 还是要先把这个紫色带着 对方大炮不需要掉头好 然后再来一枪一换一其实这样子我们是赚的 因为他那个大炮呢是顺破了我们这个是要掉头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大炮 注意看这个红色哦 红色在家里面其实呢有那个V3火箭 但是他那个V3火箭呢没有去射那个紫色 我估计他那个V3火箭呢肯定是防着我的 他看到我正在跟紫色在打架嘛 他就一个人对吧在家里你看 闷声发大财呀 他这回的已经三块地盘了经济的比我还好 他的坦克来到中间 看一下他要不要打紫色的牛色摸了两下 然后呢又没打了我们这回赶快发展第3块地盘然后又甩了个大炮 紫色现在肯定是发展不起来了 好我们先打掉兵营你看紫色 还被下面这个红色V3火箭整了一下 对方又放了个大炮 这两个大炮呢互相之间就只能强制攻击他 但是我们后排有工程师抢修啊对方呢他是没有工程师抢修 好直接抢修 这样子对方那个大炮呢那肯定就拼不过了 一旦拼不过你看 我们再那个大炮那这样子这个紫色就没了 我们先拿多个能上去 捞一下 好大炮一枪 再来一枪 现在紫色已经没空子了 那么打到这里这个紫色的就直接没了 这回注意看这个红色哦 红色真的是闷声挖大赛呀 他这个时候呢高科技都出来了 而且他还在那个右边造了一个船上 看没有无畏战舰马上就出来了 像这个带宽的小块地 无畏战舰一出来呀 我们这个大炮呢其实没什么威胁了 刚刚我们是造了第2个基地 因为每块地盘呢都有大炮 对方这个坦克也不是很多 所以说呢不怕他用坦克过来进攻 主要呢像我们这个农军 怕的就是这个威武大船你看 他在右边是不是已经来了一艘蛙 那上面那个地盘我们肯定是守不住 而且这个红色的又有威射火箭 对没有又来了基洛夫 这好家伙 你看地上轮子 天上飞 然后水里游 三线全部都需要我们防徽 这三个方向防呢肯定是防不住哈 你看上面那个地盘没办法 面对这个威武大船呢手是守不住 而且这个基洛夫一过来呢 我们这个中国还得丢啊 本身想拿坦克上去点掉那个五位战战 但是对方那个坦克有点多呀 现在耽误自己啊 一定要把这个基洛夫给整掉 不然过来一炸的话呢 我们家里面这个地方肯定有点难受 你看 对方挺会王的呀 拿着坦克赶着我的多个轮 就是不让我打这个基洛夫 而且你看 红色在下面造了个船上 现在来了个威武大船 他这个时候就是 三线啊 上面基洛夫 然后中间 威山火箭 下面又是 威武大船 跟刚刚一样 又是三线哈 而且都是空军哈 现在我们只能用这个多个轮打掉 基洛夫 但是他这个基洛夫啊 已经是一星了 好 最后一地鞋 千万不能把这个大炮炸了 这个大炮一丢啊 上面那个地盘呢 我们就锁不住 还好呢把它整掉 而且呢来了个三星小车子哈 目前手上经济的还好 有五千多 但是注意看下方 两个威武大船 主要呢 红色中间呢 他那个威山火箭呢 一直在炸 我也没办法过去整他 因为他有坦克加上铝盖车 现在我们还得造个兵营 假如说他在中间 这两个水坑里面 造个船上 再来威武大船呢 他是可以炸得到我这个基地 这个大炮一旦没的 包括那个基地 再往上面动的话 你说我们还往哪里跑 是不是无数可逃的呀 好 注意看红色 他在左边这个坑里面造了个船上 现在我们必须要上去整一下 再不整的话呢 威武大船一过来啊 我们根本守不住 所以说呢我们下面用三星小车子 牵制他 你看 我们坦克从中间绕过去 先把他的作战实验室给他整掉 然后飞行民再过来打这个五位战舰 刚刚对方呢用三线过来进攻 那我们也三线嘛 好小坦克过去啊打掉对方 看没有在右边那个五位战舰 这个红色我感觉呢他就稍微有点忙不过来了 我们飞行民打掉五位战舰 然后刚刚右边三个坦克呢也打掉五位战舰 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危机是不是算是解除了 他左下角的两个五位战舰呢 他是炸不到我基地边上这些建筑的 除非在中间 好我们上面两个小车子 在这里牵制他 准备掩护呢 塔克走下面去进攻啊 看看他要防哪个位置 好我们塔克在下面吸引他的注意力 注意看两个小车子过来打掉他的宽敞 好直接过去打掉宽敞 再跑到里面去打掉这个宽敞 因为他这回呢肯定手上再造那个高科 看没有打掉宽敞 这样呢他又得重新造宽敞再造高科 他必须要抓那个五位战舰才能过来进攻 然后我们看到没有中间已经造兵营了 只要我这个大胖一旦过来呢 他肯定家里面就守不住了 我们先把他这个支点的电场给他敲掉 好再往下面走 主打一个呢就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让他忙不过来 他把重弓呢放在左边 我们先把他牛车赶走 然后打掉小海罗 他目前呢有五个牛车 经济呢接下来的肯定是没完好 我们就是要趁着他这个高科的造好之前呢 用大炮直接造过去 我们再来一个兵营 坦克假装我下路进攻打这个船长 主要目的就是牵制他 让他的坦克出来 不过他应该不会出来 没关系我们继续走上路打掉这个船长先 然后大炮一放 这个大炮呢是可以打他那个雷达 打掉雷达呢他又得重新造雷达才能造高科 只不过呢对方直接受不了自爆了 好这期视频呢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